药水泡过的八爪鱼就是这个特征 你们踩过坑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郭频道 有位粉丝家实信我这么说的啊 问老郭 我今天买了八爪鱼 另回价后溢出很多的水 煮完感觉小很多 而且咬不动 秋节 根据我90多年的重营经验来看 你应该是买到了一个 药水泡过的一个八爪鱼 那么呢 我今天呢 就用实物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如何区分原件的和药水泡过的八爪鱼 避免你们踩雷 我用实物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中间的这盘是原件的 左边的是药水泡的 右边的是不新鲜的 原件的看见没 埋了八胎的 黑色的都是它敞出来的墨汁 肾上有很多的粘液 色素吸泡还健在 闻起来有淡淡的腥味 我们再看药水泡的 看起来很光亮 干净净的 没有粘液 没有墨汁 表皮灰秃秃的 闻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 最主要的特征看这个膜 药水泡过以后 这个膜已经脏发了 而且非常的透明 而原件的非常的薄 明显的看出来是两层 这种水泡的预高稳就会脱水 臭吧 口感就会梗 咬不动 要注意的是 如果大家在买八爪鱼的时候 你翻开一看 这个爪里面已经发粉了 证明它已经变质了 不能买 重点来了 八爪鱼该如何处理 煮出来的才不会老 看好了 首先这个眼睛等熟了以后 非常的好摘 省的时候不好摘 而且挤爆了容易崩你一身黑呀 这个牙用大抹歌往下一摁 不就出来了 这个内脏一定要现去 要不然没等内脏熟呢 腿已经老了 肚囊这么一反 然后再一拽 别忘了把大米和金草留着 精华之物呀 嘎嘎香 下面开始记住 锅中烧水 放入葱姜 先放入大米 大米煮熟后 再倒入八爪鱼 再等一个坎 立马捞出啊 这是脆嫩的关键 开始试吃 开始试吃了啊 我前面的是三盘 中间这个是圆姜的 这个是那个水泡的啊 这个是薄的 咱们先藏这个圆姜的 先把这个眼珠子去掉啊 这眼珠子还硬 哎 你看它熟了以后吧 呀 竹子特别好去 哎 粉丝先来 也蘸一下酸辣酱 哎 你要蘸一下酸辣酱的小味 等一下就上来了啊 色旨 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吃一种带着梗 梗这种带着脆 嗯 你是带汁水的啊 咬完了以后 它帮枕可泻溜了 咱们再尝一个这个 哎 大米啊 哎 你看 长得老可爱了 哎 特别的糯啊 老香了 再来一个 这个啊 这个是那个荆草 精华植物啊 吃就吃这点玩意 嗯 比那个大米 还要糯 还要香 手持这个八爪鱼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啊 好好地给它挑出来 摘出来啊 千万不要给它愣了 这个 这个是那个药水泡的啊 你们看看来 凑不出啥样的 和这个原件的比一下 我都没敢煮太长时间了 比它煮的时间还短啊 海贝人都知道 就是原件的 你就是拿钢果压 也不能压出来 这样啊 这不一定放个啥了啊 给放多少东西 我现在不会保证 但是那咱查查一下啊 这个就不给粉丝吃了 你闻起来 就什么味都没有 一点腥味都没有 它就是梗 没有脆 而且它咸 它不像这个啊 哎呀 你这脚就发苦了 就是它是咸种 带着苦 不能吃 你这个啊 就更不用吃了啊 我搁这都都闻出来 凑红红了 就不用尝了 做总结啊 就是大家要学会 狱反三啊 就是药水泡的 它不一定有八爪鱼 还有什么呢 虾仁 墨鱼 这是最常见的三种啊 因为咱们的 不可能在家里面 背一台检测的设备 对不对啊 所以说学会粪便 只要你学会粪便了 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采煤了啊 就像这样子啊 就应该呼吁社会 就整治它啊 不能让这个东西流传到市场 这是货害人 啊 好了 这期啊 咱就到这里啊 希望这期视频呢 能给你带来一些的小帮助啊 完了 咱们下期内容更精彩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待 咱们下期待 咱们下期待